哈啰,大家好,我是齐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蛮有趣的课题 就是我们人民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歪地 就是人民带意识 人民带意识的包括了国会议员跟周议员 是言不算啊,OK OK,这并不是什么突发事件 这是我们长久都会面对这个问题 只是很少人会真正的静下心来 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 基本上呢,可以说马来西亚有很多种族 不同的种族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解答这个问题 就是不同的种族对于外币的需求都不一样 我们今天我们就单单从我们滑舍的角度 去解答这个问题就好了,OK 我们想回去,过去60年来我们滑舍 通常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外币 就是我们选一个候选人的时候 我们的考量会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有时代的变迁的 包括以前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马来西亚做首相的时候 他就经常有说过我们华人 是处于一种钟摆的状态 什么叫钟摆?就是一下子去 一下子去执政党,一下子去在野党 这样钟摆的状态 为什么当初会有这种钟摆的状态呢? OK 因为 因为五一三事件的阴影 因为1969年发生了五一三事件 就是我们的种族暴动 种族暴动过后就是华人跟马来人有武力的冲突 结果死了很多人 所以过去的六十年来呢 基本上华社都是被五一三的阴影笼罩 就是不知道哪一天惹毛了有足 等下又会再重新来夺一次五一三 这种恐惧到了1998年印尼暴乱的时候 这种恐惧上到了顶点 因为就在我们旁边罢了的印尼 1998年已经是很现代了 都还会发生很严重的种族暴乱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华社是怕饱要死 不知道马来西亚会不会也来一天这样 所以接下来可以看到的结果就是在1999年的大选 其实那时候啊 是不是有数据指数啊 已经超过过半的马来人是不支持国阵的 可是国阵还是安全的国管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呢 绝大多数华人反过来支持国阵 就是怕会有动乱 所以在华人一路来都会有一个 非常根深蒂固的思想 就是认为只要国阵继续执政 就不会有人搞事情 谁搞事情大家心里有数啊 只要国阵执政就不会有人搞事情 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安居乐业 这个思维是蛮好笑一下啦 可是它有效了50年啦 OK OK 然后这个局面呢 到了什么时候才被打破 OK 到了2008年308海啸 到了308海啸的那一晚 国阵他们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挫败 一夜之间不见到五个州的政权 然后三分二有史也是很 已经很多年没有试过了 就是不见到三分二有史 那时候是阿图拉座首相 是国阵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 然后呢 其实那一晚呢 就是308 2008年的308那一晚 很多华人在家里面 自己在等着 在等着一件事情会不会发生 就是五一山事件会不会再来 包括我老实说 我那时候我也是在等着 可是我们等到第二天早上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那一天 可以讲是 就是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分水岭 分水岭 从那一天过后呢 马来西亚华人是再也 不会相信有五一山这样的事情 谁讲这些事情是给人家笑罢了 马来西亚是不可能再发生五一山的 因为事实证明 三一八过后没有事情发生 所以从此之后呢 马来西亚华人呢 50年来那个新节一次过被打开 就是支持国阵才会稳定 不支持国阵就有人会搞事情 这种思维一夜之间这神话被打破 所以从此呢 你就可以看到华人呢 是义无反顾的 想反国阵就反国阵 不用给他面子 所以 308过后就有了505 505就有了509 一路走过去啊 就是华人对反对党的支持率是一路攀升 最高纪录到了95% 就是在509的时候有95% OK 我讲了这么多 普陈啊 我只是想带路一个结论 就是基本上马来西亚的华人呢 他们选YB的考量呢 基本上是选党不选人啊 选党不选人啊 选党不选人啊 所以基本上呢 华人的政治形象是会比较偏向于反对党 因为种族 种族关系的考量 因为长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所以偏向反对党是很正常的事情 OK 所以总结来说 华人的选票的考量多数是选党不选人啊 OK 在选党不选人的情况下 当然是反对党的候选人会比较有优势啊 OK 所以我现在我要在更深入的研究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人民需要一个 怎样的YB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不说党了 我不说党了 我们说人 我们说人 就好像马华 他们每天说 他们要选人不选党 这个逻辑其实是蛮好笑的 你叫人选人不选党啊 是不是基本上 你是不是想告诉大家 你的党不行 要选你的人才可以给你的党不行 这是一个自我矛盾啊 OK 当然他们会有这个想法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选党不选人他们这个优势是 他们是处于绝对的劣势 他们完全没有优势 然后他们以为他们选人 他们就比较有优势 选人多 他们的候选人比较度到比较多数 还是口袋比较多钱 看起来 比较多帅哥美女之类的 是吗 我不懂啦 他们印象情业啦 OK 其实 我告诉你们 人也很重要 党也很重要 OK 党我刚才说完了 我现在继续说人 人的数字呢 基本上呢 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方向 人的数字分两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他的论证能力 他的论证能力 什么叫论证能力呢 就是呢 他们可以针对现在时下的政治课题 做出适合的提问 跟适合的立场 这个才是人民真正关心的 这个才是人民真正关心的 人民关心的是他们平时生活 政治采米油盐的问题 那种大政治课题 关系到政策的 然后啊 他们期待他们的人民大议司 去到国会州议会辩论这些东西 要如何从政策上 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果你找到一个 是完全没有论证能力的候选人 他们去到国会跟州议会 他们就在那边 亚伯多亚伯多 马来文都听没有两句 那种 所以这个就是论证能力的重要性 OK 第二 我刚才说完了论证能力这一赛 还有第二赛 第二赛呢 就是马华最喜欢的 就是民生服务 民生服务呢 其实是非常的多了 民生的服务 什么叫民生服务 民生服务就是 只要你的选民来找到你 不管是大小事 找到你 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这就叫民生服务 真的是不管大小事 我本身是做过誓言的 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都做过了 OK 一样 这些奇奇怪的事情 也是会找上国舟医院的 哈哈 我听过最好笑的是 有时候啊 连人 不见掉一只狗 都要来找国舟医院 听吗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像我以前去誓言 我做誓言 我也是时常去解决 那些邻居跟邻居之间的吵架 也是很好笑的 OK 明生服务 因为马华在论证方面 是非常常白的战绩 所以他们就只能从明生服务 那边取胜 所以可以说 以前马华的确是明生服务 那边是做到蛮 我不知道要讲形容 这就是他们的转场 这就是他们的转场 当然 身为一个外比 你的论证能力强 你的明生服务一定要照顾好 但是呢 所以你也不能你单单只有明生服务 而你完全没有认真能力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 要两者兼备 两者兼备 那明生服务 你只有一个人 你不可能做完了 你要有一个团队 就是你会有你的试验团队 你要党的团队 帮你cover你的明生服务 你一个人你不可能跑完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是觉得我们人民 到最后我们要的外比 当然选党不选人 以朗是一个最主要考量 然后接下来就是 明生服务跟论证能力 OK 我跟大家分享到 思维指 谢谢大家